大家好,欢迎来到剧集地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 由75岁的施瓦辛格领衔主演的首部电视剧 《淘资7.11》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享受即将退休的老特工,突接紧接任务 在华丽的退场中,引发提笑皆非的文理大戏 人前人处无害,人后重拳出击的特工女儿 表面顾佳老师,实则浪到飞起的间谍老二 一个又一个谎言,一次又一次死里逃生 惊心动作的枪林弹女,幽默狗血的鸡飞狗票 其动作,惊悚,暴险,激情于一身的静爽特工美剧 面目全非第一集 可怜的垃圾桶被一个西装革履的帅老头 搅上满满荡荡的汽油 他优雅地点燃一只雪茄 至惊奇,瞬息一口,点全位给了垃圾桶 他不慌不忙地叫消防队来迷惑 随后,他换好消防队服跳上了消防车 这座城市的钻石区是世界上安保最严的地方 但他博匪吹灰之力地混了进来 他精准地降落到任务地点 手电筒转眼变成了能切开地板的炫酷激光 密密麻麻的保险柜 在一阵爆破声中炸出漫天前滑 别人梦寐以求的钻石 轻轻松松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夜幕降临 他带着钻石走进黑帮老营 黑帮老大不动声色地递给他一张纸条 很快,在对有小黑的帮助下 坐标位置的那个人被炸得连扎都不胜 这是他向黑帮老大提交的同名状 接下来的生意才能谈得融洽 不掉,黑帮老大警惕无比 撒在钻石上形成的水珠 让他立即反应过来 钻石上面附出了爆炸残留物 这些钻石是偷来的 老大召唤手下一拥而上 对于从他口袋中搜出的药品 他认命地说 那是氢化物 用来被捕时自我了断 老大瞄懂他是中情局的特工 这特工老头单枪匹马到这儿来有何目的 他平静地回答 端了你们 老大很是欣赏他的诚实 因此同意让他自行服毒 谁料这片刻的松懈 让他们遭到杀身之祸 特工老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灭了这个黑帮去点 任务圆满完成 他叫卢克 今年65岁 表面职业是健身馆老板 实际身份是中情局特工 今天是他的最后一个任务 他每每地想着 干完这单就可以退休静向天伦真的了 卢克有一个热闹的大家庭 乐中于创业的儿子 漂亮但以礼意的前妻 以及最让他骄傲的女儿 女儿艾玛不但年轻冒昧 还是个超级学霸 可可奶 又是首席小提琴手 不喝酒 不抽烟 不说脏话 简直就是完美女孩 不过 卢克不太喜欢艾玛的幼师男朋友 在艾玛生日的这天 卢克送了他一个大型搅拌机 真是当之无愧的钢铁直男 艾玛即将前往哥伦比亚 推广银水项目 卢克既为他自豪 又难免有些担心 光明一转 卢克畅想着退休以后重新追回老婆 带着老婆一起开游艇环游世界 没有谎言 没有任务 他对破镜重园汹涌成竹 就在卢克降入飞飞之际 搭档小黑给了他一个晴天霹雳 又有任务了 卢克满脸写着想百烂 但小黑却坚称 这个任务非他不可 当年 卢克干掉了一个军火商头目 而后 他因为愧疚 自主军火商的儿子波罗读书 谁料 波罗在父亲死后性情大变 最终紫成副业 研制出了危害巨大的炸弹箱 一旦这个箱子落到恐怖分子手中 后果不堪设想 此外 被派去波罗那边的特工熊猫失联 波罗的下属特洛伊 即将回去揭穿熊猫的身份 因此 必须派一个波罗信任的人去救熊猫 偷箱子 毫无疑问 卢克正是最佳人选 卢克虽然百般不情愿 但他还是秉着爱岗敬业的精神 接下了这个任务 卢克一到营地 就受到了波罗的热烈欢迎 波罗这些年来 将自己的黑帮帝国打造的永无有样 他靠种植农产品洗钱 第二的是 这农场里随便一个种地的劳动力 都是危险系数极高的特种兵出身 波罗迫不及待的 带卢克去看他们这里最能打的士兵 卢克远远望见那小小的身体 爆发出大大的能量 当那名打得正嗨的士兵转过身来 卢克当场实话 那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女儿爱马 平日里斯文田径的爱马 此刻如同一头凶猛的狮子 他嘴里啪雳脾气的叼着根烟 出拳文准狠 在他打发敌人的一刻 还不忘镖剧脏话渲染气氛 卢克彻底傻眼 这绝对不是他的女儿吧 当波罗把爱马介绍给卢克的瞬间 妇女俩面面相去 他们尴尬地打了招呼 而后赶紧去小树林里单浪 原来 爱马在上大学时 就因为近乎完美的记忆力 智商 硬变力 而被招进中情局 她的心理测试 得到了中情局有史以来的最高分 她简直就是为特工而升的 妇女俩朝夕相处了快三十年 今天才知道老爸做了四十年特工 女儿做了十年特工 还真是虎父无犬女 并且 爱马就是卢克此行要救的特工 熊猫 他们都应被对方欺骗而活帽三丈 美其明约一家人 可他们对彼此一无所知 晚上 波罗为卢克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会 但实际上 叫红门烟还差不多 这位精神小伙 上一秒还小兮兮地 邀请老员工上台接受表扬 下一秒 就因怀疑老员工黑她的钱 而将她的脑袋打开挂 鲜血剑红了吉他手雪白的衬衫 这杀鸡紧猴的一幕 便是波罗在警告所有人 叛徒只有死路一跳 紧接着 她又换上了笑面虎的模样 继续奏乐 继续舞 回间 一个金饭老头偷偷塞给卢克一张纸条 卢克看爬后不动声色地去找自家不省心的闺女 他告诉艾玛说 那个老头威廉愿意花钱请他带他们一家人离开这个鬼递房 卢克也想速战速决带女儿回家 但艾玛却坚持要留下来 他声称有对付特洛伊的办法 并且他知道大规模杀伤箱的所在 卢克若是不帮忙 就别妨碍他 叛逆的女儿真难搞 话秘转 前去和特洛伊接头的人被一头死牛挽住了去路 他们本想下车看看什么情况 不料 牛肚子中突然冒出一把尖刀 另一个倒霉蛋被卢克用独特的手法垂直割喉 卢克见到从牛肚子中爬出的浑身是血的女儿十分心塞 他忍不住以赴这名教育女儿要减点矜持 但艾玛不但打破了他所有的幻想 还告诉他 老妈也有了别的男人 妇女俩越吵越凶 可怜的特洛伊还处于猫逼状态中 就被卢克的车轮台反复碾压 你们就这样边吵边杀人 配绝的命也是命啊 吵归吵 闹归闹 三具尸体怎么办 艾玛提议藏到父亲的稻田里 现在正直淡紧 不会被人发现 第二天 妇女俩在探讨任务时 卢克又忍不住批评女儿抽烟喝酒涂口红 但天真的卢克不知道 那会震动的小玩意儿并不是口红 而是艾玛的闺房小玩具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而这引发了接下来的真心话时刻 艾玛从小到大一直在保持完美 因为她发现 妈妈因为爸爸天天不回家而独自伤心 她想 只要她做过完美 父母就舍不得离婚 但妈妈终究忍不了丧老师婚姻而离了婚 得知父亲其实是特工的艾玛 不得不将家庭的所有不幸都归咎于卢克 卢克文言不由心生愧疚 这时 波罗气势汹汹地前来质问卢克 特洛伊在那 毕竟卢克是新来的人 出了问题 他的嫌疑最大 正当卢克企图靠胡扯蒙混过关时 昨晚他们干掉的尸体被洪水冲了下来 波罗一眼认出那独家的割喉手法 是卢克的杰作 而卢克父女已经趁人不备 偷走了炸弹箱 他们开着越野车急速奔驰 后面的追兵显示射中爱马的胳膊 这可戳到了卢克的逆铃 只见卢克纵身一跃 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追兵 最后还边走边喊 那是他拉小提琴的手臂 十里八寸一条街 打听打听谁是爹 然而随后 追来的波罗大部队 将他们团团包围 恐怖分子的手里波罗 一直把卢克当成养父看 但偏偏最爱的人伤人最深 事到如今波罗都不明白 卢克为啥要骗他 他挟持一个小女孩 逼卢克说清楚身份和来历 卢克向来是个实诚人 你让我说我就说 卢克晦身晦色的大骂波罗的亲爸 是个懦弱的胆小鬼 你爸被我扔下悬崖前 哭得像个孩子 还吓得尿裤子 波罗走过千万次的地方 正是老爸被人杀害的地方 正常人谁能受得了这个刺激 卢克也真是敢说 他就不怕波罗一激动崩了人质 波罗本人表示 非常不理解 卢克为什么要告诉他 这个血淋淋的真相 这不是吵死吗 卢克微微一笑 边指向远方边得意说道 为了争取时间 只见卢克所指的方向 呼啸而来一架直升机 机枪在草地上 扫射出一片黄烟 对战双方火力全开 关键时刻 卢克仍不忍心杀害自己 从小自助到大的波罗 片刻的走神 差点让他被人一枪爆头 还好女儿艾玛眼疾手快 帮老爸解决了敌人 24小时后 艾玛和老爸回到中情局走的步 由于卢克和艾玛 是最了解波罗的人 因此中情局决定 让二人组队抓波罗 艾玛那是一万个不愿意 他独牌独晚惯了 愣不定安排个搭档 还是自己的亲爹 这以后还怎么潇洒 老爸卢克这边也是满脸为难 但当听到局长说 艾玛之前根本不是失联 而是主动切断通讯 擅自行动后 他决定还是接下这个任务 毕竟自己看着这个 不服从命令的女儿 还能放心些 然而艾玛依然十分抗拒 他在父母面前装了这么多年 乖宝宝 工作是他唯一可以放纵的地方 卢克一副自己也不想干的模样 他原本还打算享受退休生活 和前妻修复关系呢 艾玛文言弄出嘲讽的表情 就凭你这德行 还想追回老妈 卢克为了表明追回前妻的决心 特意和搭档小黑 秘密组织了堂皇行动 行动内容便是监视 前妻心脏的男朋友 唐宁的一举一动 卢克见到唐宁那副蠢样子 他完全不理解 前妻怎么会看上这种蠢男人 更让他不理解的是 唐宁竟然打算投资 卢克儿子的离谱项目 而且他晚上还要和卢克的家人 聚心家庭聚餐 嫉妒是卢克面目全非 这时他受到短信提醒 洗车任务开始行动 另外一边 艾玛伪装成平日里的乖巧模样 和男友卡特约会 卡特为艾玛花足了心思 纯手工自制小模型 生起他们爱的旗帜 只能玩得一手好浪漫 可惜艾玛也收到了 洗车任务的提醒 所以他只好再次割了 早就和男友约好的活动 卢克这边 塔克小黑像普通的客人一般 进入洗车行 可当联幕落下后 洗车行中露出了另一副乾坤 地下通道直通中情局办事处 会合后的父女俩 再次如小学迹一样 为了抢一把椅子而争吵不休 最后当然是轻爹让步 这让同事们无比诧异 准还是第一次看见卢克退让 果然一物降一物 今天的开会主题 依旧是恐怖分子波罗的行踪 钟情局查到 波罗的飞机在进入风泡后 便不知所踪 有人以为他掉到水里死翘翘了 但卢克和艾玛分析 这一定是波罗金蝉拖枪的轨迹 胖妞根据波罗的路线 分析出波罗的去向 这时 刚才卢克父女俩争抢的椅子 出了点小问题 而这一切都落在了对面 心里一声胸有成竹的目光中 局里推测波罗应该会继续 他的核弹拍卖大业 既然核弹箱已经被 卢克父女夺了回来 那么 波罗一定会去找一些 监管力度小的放射性肺料 重新制作核弹 局长派国安局的分析员 预测波罗的下一步行动 反而卢克父女 要留下来接受领导的谈心谈话 原来领导发现了 这对特工父女因为关系不合 影响到了任务 因此 局长特意请了心理医生 帮二人做强制性关系治疗 医生早就料到二人会无聊的 争一把椅子 包括很多二人的行为 都被医生写到了预测报告里 但叛逆的老头 直接将他的报告扔要 傅尼达一唱一鹤 对其人来十分默契 医生意识到 想治疗这两个刺头 难 晚上 桃尼正和爱玛一家和谐地 进行家庭聚餐 谁料杀来了卢克这个不速之客 场面陷入令人窒息的尴尬 但热情的桃尼 是个收买人心的好手 他连取悦小黑的礼物都准备好了 不一会儿 不受欢迎的卢克就被扫地出门 第二天 心理医生让卢克和爱玛 穿上抽抽的背心 暗藏玄机的背心 只要轻轻按一下按钮 妇女二人就会因磁体而被吸到一起 小分都分不开 这都什么强力教脱民法 这时组织推测出了 波罗下一步最有可能的行动 哈萨克的核废料 将会通过磁悬浮力抽引数 波罗很有可能半路 解走这批核废料 因此 中情局需要卢克和爱玛 假装乘客混上列车 阻止波罗夺走核废料 令大家无语的是 装有核废料的车 竟然还运乘客 行动开始的这天 爱玛发现 有个女乘客的战斗靴和衣服不太搭 卢克觉得 带着乐器的男乘客包里 也许藏着武器 爱玛认为最可疑的 当初看着培根三明治的乘客 因为哈萨克人不吃猪肉 究竟谁才是波罗 排进列车的卧底呢 此宣服列车在黑暗中 高速前行 危险伺机而动 小黑应卢克的要求 一边监控核废料行动 一边监视唐宁的一举一动 没想到 唐宁今天竟然准备和卢克的前期约炮 这也让卢克知道了可如何是好 忽然 一架直升机盘旋而来 波罗这是打算用直升机 吸走列车里的核废料 爱玛米瑞的发现 刚才吃三明治的那个男人不见了 果不其然 那人正是波罗派来的卧底 卢克当即立断 冲进急风凛冽的车外 干掉了卧底 被风吹跑的卧底 在车窗上刮过血腥的痕迹 虽然人解决了 但核废料已经连上了直升机 距离直升机抽干核废料 仅剩12分钟 如果这12分钟内不能阻止波罗 波罗就会获得制造足够的核弹原材料 爱玛米瑞想击落直升机 但这样会引发核废料泄漏 导致这片粮区寸草不生 进而引发大规模饥荒 既然不能击落直升机 那就要让直升机 主动断开与列车的连接 只要列车的速度足够快 直升机为了防止击毁人亡 就必须放弃连接 司机至此 妇女俩说干就干 但谁承想 列车司机也是波罗的人 吊倒司机 对卢克妇女俩人而言轻而易举 但问题是 人工加速按钮被毁了 目前若想令列车加速 就要利用物理学原理 降低磁铁的温度 磁铁越冷 磁悬浮列车的速度就越快 正当炮牛计算 应该加多少冷却集合事实 小黑脱口而出 四个 卢克想都没想 就打开了四个冷却阀门 但小黑实际上说的是 唐尼为了和卢克前期约会 吃了四片为个 这可就尴尬了 直升机按照众人意料的 那般与列车分离 但问题是 列车现在的速度太快 按这个速度 到下一个站点时 车上的人和大半个镇子都会完蛋 见状 爱马无语地评价了一句老八的杰作 你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核弹 飞速奔驰的列车如蓄尸待发的炸弹 往前的每一秒 都是通往死亡的倒计时 千军一发之际 爱马想到了一个冒险的办法 既然降温可以使磁悬浮列车提速 那么升温就能让列车减速 恰好合肺料是天然的加热材料 如果爱马能把抽合肺料的管子 拉回来加热列车 那么就能阻止列车狂奔 然而外面飞沙走时 稍有不慎就可能随风而去 身为老爸的卢克不愿让女儿冒这个险 但爱马坚称不能坐以待毙 卢克见阻止不了执扭的女儿 便只好替她想主意 恰好她带了心理医生给他们的磁铁背心 没想到这尴尬到家的设计 竟然派上了大用场 列车外 爱马顶着呼啸的风尖男爬行 列车里 卢克配合着爱马的动作小心前进 经过父女俩不懈的努力 爱马终于挪到了盒管的位置 但若爱马想够到管子 就必须脱离磁铁总身疑悦 卢克内心在一阵激烈的天然交战后 他把心一横放开了女儿 爱马灵活地抓住管子 卢克眼急手快吸收爱马 惊心动魄的玩命行动 终于暂时告一段落 有了和非料的加温 列车成功慢了下来 时间管理大师爱马一秒钟都不浪费 趁危机解决的空档 他赶紧拿出背景板 假装在办公室工作 他瞄辨成甜心女孩 跟男朋友卡特打情骂巧 卡特最讨厌别人骗他 要是被他知道 自家的小女友是中情局的头号间谍 他会是什么反应呢 画面一转 恐怖分子波罗抓住了叛变的金发男 金发男曾靠卢克妇女的帮助 脱离了波罗的掌控 谁曾想 波罗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抓了回来 波罗想从金发男的口中 划出关于卢克妇女的情报 在刺耳又恐怖的天剧威胁下 金发男惊恐地说出 听到卢克叫那个女孩爱马 爱马和小提琴 是金发男能回忆起的所有关键词 然而波罗并没有因为他的坦白而重新发落 电锯切腿套餐依然全套放送 画面一转 波罗穿着乔布斯同款紧身衣 朝台下发号施令 谁能找到爱马和卢克 就能得到一百万美元 另外一边 钢铁直男卢克拉着好友们 一起在他的游艇上庆祝任务成功 这货将游艇以他的前妻名字命名为塔利号 英文发音听起来就像妻女塔利 指南起名匪 活该你离婚 爱马这头 他见男友卡特红小侄女的样子 或有奶爸的记事感 可当男友和他提起结婚生死时 他又一秒炸毛 卡特只是建议婚后平衡一下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爱马就大发雷霆地指责卡特不想带孩子 卡特唯唯去去 这都什么起业绩理解 还好这时卢克因为工作叫走了艾马 不然不知道艾马还会做什么妖 路上 卢克完全赞同艾马不和卡特生孩子的决定 艾马文言火冒三丈 你怎么还偷听呢 卢克悠哉悠哉地表示 不偷听算什么特工 卢克觉得像艾马这种活力女孩 需要找一个有冒险精神的伴侣 而非卡特这种只会做手工的书呆子 艾马根本不像李老爸 就凭你这感情乱成一锅粥的家伙 有什么资格对我的爱情指手画脚 到了中情局办事处 局长宣布 核废料专家卡尔可能被波罗绑架 卡尔研究的技术 可以从核废料中提取裂变材料 制作核弹 然而他的论文只公开了个摘要 就被政府控制起来 要想知道波罗的下一步行动 就必须获得卡尔的完整论文 要想获得卡尔的论文 就必须潜入卡尔失踪前所住的 被政府监管的公寓 要想进入公寓 就必须得到内部的住客邀请 并在室内启动带有间谍软件的 连连看程序 以下载卡尔的论文 自目前情报可知 卡尔的监管人妮卡 恰好住在公寓里 这可是个绝佳突破口 众人文言纷纷起哄 大叫维尼熊 帅气特工大灯 应声而起 骚气热身 海马一头雾水 到底啥是维尼熊 原来大灯最擅长 招风引蝶勾当女性 因此 这次进尼卡宿舍的任务非他莫属 然而 没有人知道尼卡究竟长什么样 但中情局调查到 尼卡将会在酒店中进行再聘训活动 所以 酒店就是维尼熊施展男性魅力的战场 很快 艾玛换上了老爸精心为他挑选的任务服装 这一身真是人间灾难 又吐又丑 不过 比起这身丑衣服 艾玛更在意的是 老爸有没有因为类似的色诱行动 背叛过老妈 卢克坚定的回答 没有 艾玛转而抨击花花公子大登 他认为 这种欺骗女性肉体和感情的行为 对女性极其不尊重 但大登却觉得 自己床上功夫超凡卓绝 就是对女性最大的尊重 相处的好 她们可以花钱欲下 相处不来 还能继续做朋友 艾玛白眼翻上天 谁家尊重女性 是先滚床单再做朋友的 任务当天 艾玛好奇 如果尼卡不喜欢 大登身上夸张的香水味怎么办 大登淡定的秀了一把腹剂 那就震惊她 正说着 一个金发性感辣妹 姗姗而来 大登还以为 自己这次走了狗屎运 可惜金发辣妹 并非她的攻略对象 这时 一个叫尼卡的男人 落寞出现 原来 尼卡是个偏邪错误 这个叫尼卡的男人 才是真正的任务目标 这可就尴尬了 大登硬着头皮诱惑尼克 从尼克那嫌弃的反应中 就能看出 此人绝对不是激朗 原始计划型不通 艾玛立即挺身而出 卢克原本并不同意 女儿折行秘贯任务 但经过大登的一番 苦口活性的劝说后 他只能寄希望于 女儿掌握好色又尺度 大登贴心地为艾玛 设来一双靓丽的高跟鞋 再加上她的男友 衬衫夹齿 艾玛立马从境遇联盟 摇身已变成性感游物 尼克一下子 就被美丽的艾玛吸引 而艾玛不动声色地 逃出尼克住的地方 遍布白色紫藤 这让暗中窃听的 泡妞和卢克立即定位 当尼克的公寓 他们打算击中旗杆 安装监视器 但当泡妞算出 最佳设计地点 是医院五楼的肠胃科后 他心中缓缓飘过一匹草泥马 当他赶到医院 护士原本对他不理不睬 但当他看到泡妞 当场表演鸟失劲后 再也不敢怠慢 他立即安排泡妞去肠胃科 而刚刚留下的液体 实际上是泡妞 早就准备好的热水 泡妞刚到诊室 负责的医生紧随起后 泡妞当即调转枪头 比医生自行麻醉 医生招谁惹谁了 解决完医生后 泡妞绣了一手神枪法 远隔千里 都能把监控安得明明白白 艾玛这边 酒吧的混混不知死活地 来调戏艾玛 大灯健壮立即出卷解围 尼克抽准机会 带艾玛撒腿就跑 只有大灯一个人 手上的世界达成了 潜入室内的艾玛 赶紧启动连连看间谍程序 尼克的公寓中装有屏蔽网 导致他无法下载房内的资料 他们想出挖电线 降低电流的方法 弱化屏蔽网 而艾玛为了拖延时间 已经开始对尼克 主动展开攻势 自从艾玛和男友卡特 恋爱后 再也没吻过其他人 这次为了任务 他也是拼了 然而艾玛一个不小心 被尼克发现了 手机中他和卡特的照片 艾玛脸不红 心不跳地谎称 卡特是他的智障弟弟 尼克这傻句还真信了 卢克那头在小小的花园里 哇呀哇呀哇 经过一系列的屏蔽操作 小黑总算成功下载了 尼克的文件 但关键是 尼克再继续玩连连看的话 手机就会显示出 间谍软件界面 艾玛脑海中猛然响起 大灯说的那个 转移别人注意力的 最佳办法 震惊他 画面一转 尼克果然被震惊到 这件艾玛 穿着一身性感 比基尼闪亮登场 夺魂所迫的吻 迷得尼克头晕默眩 这时 艾玛听到后勤特工 推测物理学家 卡尔的纸质版录文 可能藏在卧室的保险箱内 在老爸垂胸顿足的哀嚎声中 艾玛和尼克 爬上了卧室的床 跑牛很好奇 如果尼克也在卧室 那么艾玛如何找保险箱 没想到 艾玛是玩训话的高手 只要按住男人的脑袋 猛拍他的屁股 就能完全转移他的注意力 那么问题又来了 艾玛该如何 不懂声色的窃取论文呢 在大伙集体犯难的间隙 艾玛单方面切断了通讯 可想而知 艾玛这是要为了任务 无私献身 布格描述的几个小时过后 尼克已经睡成死住 艾玛捏手捏脚地烧开保险箱 卡尔的论文果然在里面 正当艾玛喜悦地翻开论文时 忽然 尼克的枪口对准了艾玛 事态紧急 心态第一 即使艾玛随时有被一枪爆头的风险 但他依然淡定了一批 衣服便用他那三寸布烂之蛇 把尼克忽悠的武迷散到 反过老爸卢克可没什么镇定 女儿有难 他飞速来战 然而等他杀到时 艾玛已经安然无恙地走了出来 艾玛很好奇 老爹是怎么躲过警卫检查的 卢克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那个可怜的警卫已经被他压成肉饼 卢克在撤退时 还不忘顺走警卫的钱包和武器 以制造这只是一场单纯抢劫案的假象 反程途中 卢克父女俩难得平心静气地谈谈心 卢克大驾赞上女儿的特工天赋 并宽慰女儿说 和尼克滚床单的行为 并非对他的男友不忠 只要精神不出轨 那么肉体无所谓 这三观够炸裂 这一次的行动让艾玛深刻地意识到 也许他只能在特工工作和男友卡特之间选择一个 卢克欣慰与女儿终于想通了这点 水料不到一个小时 艾玛就答应了卡特的求婚 卢克见卡特用一个小提琴弦做的戒指就骗走了女儿 他的心中十分不爽 转天他邀请卡特去海上聊聊 大有一种一言不合就海中抛尸的意思 看得出来 卡特对艾玛是真爱 所以即使他面对着未来岳父赤裸裸的威胁 他依然坚定地说 自己全心全意地爱着艾玛 就算卢克不同意 他也会向艾玛求婚 画面一转 物理学家卡尔被恐怖分子波罗撞在箱子里运到秘密基地 卡尔面对豪华的牛排套餐提不起一丝胃口 波罗为了讨好他可是花尽了心思 卡尔若不能替他造核武 就休想踏出这里一步 卡尔谈言道 他需要一个小型核反应堆 波罗立刻胸有成竹地表示 一定帮卡尔搞到 画面一转 卢克为了艾玛的订婚party做足了准备 钟情取得同事全员出动 配合艾玛演戏 帅气的大灯在和卡特握手时暗中使劲 有种情敌相见 分外眼红的味道 这一切都被卢克尽收眼底 当卢克知道前妻塔利辞职后 他迫不及待地邀请塔利来他的健身馆工作 大当小黑认为 卢克脑子绝对进了水 那可是他们为了掩人耳目开的假电 万一塔利去了 他们掉马怎么办 然而恋爱恼卢克 此刻为了把老婆留在身边 根本不计后果 在今天这个大好的日子 艾玛想跟未婚夫卡特玩点刺激的 楼下人山人海 楼上玉海奔腾 同时 今天也是卢克和未来亲家第一次见面 卡特的妈妈原本是个 前途一片光明的律师 但她认识了卡特的爸爸以后 竟然放弃了律师的工作 跟着她一起埋热蜡脱毛 这传奇的家庭经历 让卢克更加抓狂 这样的家庭根本不适合女儿 但艾玛坚持认为 自己能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 钟情局的心理医生 竟然人潮得不可开交 她又逃出了稀奇古怪的道具 她让父女俩用对方的玩偶说话 说出内心的不满 原家父女一拿起玩偶 就像小学期伴嘴一样 吵得热火朝天 直到开会 他们才暂时熄火 钟情局推测 波罗的下一步行动 是找小型和反应堆 恰好他们知道小型和反应堆的下落 接下来最主要的问题是 要找一个波罗信任的人和波罗街头 独克的脑海中 瞬间闪过一个合适的人选 丹麦格 提起丹麦格 除了胖妞以外 大家似乎都对她十分期待 艾玛很好奇 为什么偏偏胖妞对丹麦格充满敌意 胖妞直接伸出 她不开入目的四根脚趾愤怒道 我的大木脚趾 就是被那个混蛋打断的 经调查 丹麦格此时正在土耳其的监狱中服刑 还剩两年刑期才满 因此 钟情局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 帮助丹麦格越狱 由于监狱每天都会定时收餐盘 因此 在丹麦格离开监狱的空档 需要安排一个人 代替丹麦格蹲监狱 正当大获激烈地讨论人选时 向来因为有心脏并不出外情的小黑 竟然主动请应 使出反常 必有妖 一切都是为了吸引女神蒂娜的目光 回后 卢克拉大登单聊上次 艾玛订婚时 大邓的出格行为 大邓坦然承认 自己的确对漂亮勇敢的艾玛有好感 但是 还没到要去破坏艾玛和未婚夫感情的程度 另外一边 卢克的前妻塔利来健身馆工作的第一天 就遇到了竞争对手来砸场子 虽然塔利完美地处理了他们的找茬 但是竞争对手的话 成功勾起了他对卢克的怀疑 卢克面对塔利的询问 他脸不红心不掉地撒了一通谎 塔利越评越觉得有报名 于是 为了验证店里销售额的真实性 塔利特意给以前的顾客打电话 对方的口吻的确是客户 但塔利感觉到 对方一直在和他打太极 事实上 接电话的客户正是中情局的员工 要是塔利再继续追查下去 卢克开假电的事早晚露线 塔利欺而不舍地打了一群电话之后 他突然接到了一个来电 刹那间 塔利的脸色变得异常凝重 另外一边 快到跳伞地点时小黑才明白 逞英雄是个多么错误的选择 但是到如今 已经没有后悔的余地 艾玛趁其不备 将他和老爸推了下去 落地后 小黑爬管道 绒墙壁 一气呵成 原本还在百无聊赖扔扑克的丹麦哥 一抬头就看到监狱厚实的墙被挖掉了一块 话说国外越狱这么简单吗 替人坐牢的小黑心里怕怕 蒂娜贴心地建了一个二人私聊频道安慰他 看来小黑这次没有白牺牲 俩人从狮子歌府聊到人生哲学 越聊越害 小黑趁机向蒂娜坦白 我来蹲监狱 其实是为了给你留个好印象 蒂娜文言心话怒放 公废恋爱就是爽 另外一头 丹麦哥上了飞机后 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只有胖妞 又向他展示了自己残缺的脚趾仪表愤怒 丹麦哥这才想起来 当年由于他不喜欢枪 于是将不小心走火的枪给了胖妞 还泡妞断了一根脚趾 言归正传 卢克向丹麦哥简单交代了一下任务 如果丹麦哥愿意和波罗接头 组织就允许他去见见素未谋面的儿子 痛快任丹麦哥一口答应 众人抵达希腊的落脚点后 大登始终怀疑 这个住所是戴安娜安排的 戴安娜是希腊国情局的美女干员 戴安娜在几年前执行任务时 和戴安娜有过一段激情四射的关系 然而因为工作 俩人不得不分道扬镳 如今大登感觉这里到处都有戴安娜的痕迹 他严重怀疑戴安娜正在暗中观察 过了一会儿 丹麦哥成功联系上了波罗 俩人约定第二天早上七点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夜间 卢克父女在运送小行河反应堆时 卢克看到爱玛没有接卡特的电话 他再次劝告爱玛 不要轻易和卡特结婚 因为他们两个根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爱玛最烦老爸对自己的感情生活指指点点 不出意外的 两人又不可遏制的大吵起来 这时令人大跌眼镜的一幕出现了 他们这边吵得正激烈 两个猖狂的偷车贼 竟然从他们眼皮子底下把车偷了 卢克和爱玛面面相聚 他们立刻发动整个中情局的力量 查核反应堆的去向 卢克随之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等他们找到核反应堆的时候 土耳其监狱就要开始沉间点名 届时替丹麦哥坐牢的小黑就会陷入困境 最好的解决方法是 在沉间点名前把丹麦哥原封不动的送回去 机灵鬼丹麦哥从他们的对话中意识到事情不妙 就在几个特工沉静的安排计划之时 丹麦哥早已逃之夭夭 这下既没了货也没了街头人 行动再次陷入危机 小队长卢克火速安排任务 卢克和爱玛去追回小型河反应堆 打灯和胖妞去找丹麦哥 现在距离监狱沉间点名只剩45分钟 要是在45分钟之内没有换回小黑 那小黑可就完蛋了 就在打灯和胖妞便讯无果时 丹麦哥竟然懂事的刺激回来了 原来他逃着逃着突然想明白 他哪有力量和钟情举斗啊 他这一跑遭殃的不还是他的老婆孩子 于是他给儿子买了个泰迪熊 就乖乖回来继续蹲橘子 由于卢克妇女的不专业 害人家丹麦哥白折腾一趟 丹麦哥真是倒了八辈子霉 然而还有比他更倒霉的 那就是监狱的玉井 玉井一来查房 发现牢房里换了人 还没等他通风报信就被小黑灭了口 他这是招谁惹谁了 另外一边 卢克妇女一定未到小心和反应队的位置 就开始大杀四方 强林大雨轰鸣阵阵 双方交战十分激烈 卢克见女儿那飞檐走壁 神姿矫健的模样 不由心生感慨 原来女儿早已不是需要他保护的小女孩了 妇女二人展现了头号特供的超强业务能力 片刻之间 据点的小喽啰们便被他们杀个片甲不留 接下来的问题是 如果丹麦哥被运回监狱 那么就还需要一个长得像丹麦哥的人 冒充丹麦哥去和波罗接头 否则以波罗那多疑的性格 看不到丹麦哥 他肯定撒腿就跑 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艾玛这一言忘却 刚才打趴的小喽啰中 不就有一个丹麦哥的完美提升吗 第二天 大灯装成丹麦哥的助理 前去和波罗交易 假的丹麦哥远远配合演戏 他按照艾玛的指挥 比出丹麦哥尴尬的手指枪 费了好大力气 总算打消了波罗的疑虑 然而白蜜一输 假丹麦哥流血的伤口暴露了一切 波罗接事态不好 抬腿就跑 广袤的荒野上 一场热血奔腾的追击大战就地展开 大灯这边与恐怖分子的搏击群群倒肉 对方也是个硬茬子 大灯非但没讨到便宜 还被大块头钳制住 就在这时 大块头被一枪爆头 大灯寻声望去 举枪的是一个性感火辣的金发女郎 他正是大灯不停念叨的干员 戴安娜 原以为这小子自作多情 没想到他还真是厌服不浅 另一头 波罗被麻醉针射中 这个令中情局头疼了许久的家伙 终于落网 经此一战 小黑决定鼓起勇气向蒂娜告白 蒂娜欣然答应了小黑的约会 看来这二人是双向奔赴 画面一转 卢克在回家时 受到中情局局长的警告 塔利正在查健身馆的文件 卢克有掉马风险 正说着 卢克就看到站在家门口 满脸严肃的塔利 卢克惊想 这把完了 但让塔利如此凝重的原因 和卢克没有半毛钱关系 而是他们患有白血病的孙女 罗米病倒了 罗米现在急需骨髓移植 但是家里人都配行失败 很快 艾玛和卢克找到了 罗米的亲生父亲小渣 原来小渣当年 使罗米的母亲意外怀孕后不负责任 罗米的妈妈听着八个月的大肚子 嫁给了罗米的爸爸 卢克父女警告渣男 虽然你没养孩子 但你有救孩子的义务 小黑不由分说地 拿走小渣用过的吸管去做配型 小渣不愧是罗米的亲爹 一配就中 出人意料的是 小渣这个大渣男 竟然痛快地答应了 做骨髓移植手术 但是得给他十五万美元 卢克就算把他的游艇卖了 都出不起这个钱 于是他想起了当时送给罗米的钻石 艾玛看到钻石的瞬间 整个人都惊了 一个上幼儿园的孩子 竟然有一颗价值六位数的圆钻 最近这段日子 艾玛因为工作和家里的破事压力山大 整个人都散发着生人无尽的暴躁磁场 所以当他看到未婚夫卡特 为罗米做了一个木马后 他的火蹭地冒了上来 罗米如今连床都起不来 卡特竟然还有闲心做木马 艾玛现在只想找个 能帮他减轻负担的人 而不是像卡特这种 乐观的理想主义者 画面一转 为了让波罗乖乖控出核武的买家 报道艾玛坚决支持 对波罗言行逼供 然而 卢克对波罗有特殊的感情羁绊 他舍不得用酷刑折磨波罗 谈判时 波罗大方表示 他愿意告诉中情局买家名单 但他的条件是 不能让他蹲监狱 就算要囚禁他 也要把他困在一个 每天能与阳光沙滩为伴的海岛上 很明显 中情局并不打算惯着他 没多久 中情局派来了酷刑专家 波罗满脸疑惑地 看着他摆弄那些吃的 这专家怎么看怎么像厨师 酷刑专家鞭炸着奇奇怪怪的枝叶 便为波罗讲解这些东西 用在人身上 那痛不欲深的感受 一切准备就绪 专家满脸兴奋地开始动手 突然 局长蹦出来叫停了这场不人闹的酷刑 原来是外官局下了引渡令 导致中情局最多只能羁押波罗48小时 所以 局长要在48小时内 从波罗口中讨出买家名单 时间紧 任务重 广告酷刑行不通 因此 卢克好吃好喝地伺候着波罗 并答应他提出的一切条件 波罗这才心满意足地松口说 买家和他通过加密的暗网留言 一旦波罗上传了能证明他身份和炸弹可用心的验证视频 感兴趣的买家便会回复冰块符号 届时 只要追踪他们的IP地址 就能将这些买家一网打击 卢克等人立即按照波罗的说法 拍摄了影片上传到暗网 不多时 世界各地都冒出了回复冰块符号的信号 这回可真是大丰收 时间推前 卢克将价值30万美元的钻石给了小扎后 小扎竟然拿着钻石跑路了 还好卢克早有准备 在他的车上撞了追踪器 在卢克审布罗的时候 爱马和大灯触动抓小扎 小扎本想耍无奈 但在两个身手无敌的钟情局特工面前 他只有被打云绑走的份 身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 卢克健身馆的竞争对手正在暗处盯梢 他们原本打算找到卢克健身馆销售作弊的证据 谁知被他们发现了更加炸烈的惊天大挂 他们激动地录下了爱马和大灯运送小扎的视频 有了这把柄在手 谁还能当他们的对手 爱马这边之前给波罗准备的酷刑专家 这回终于派上了用场 他这次可是借着抽骨髓的名义 好好享受这场人体盛宴 他颇有仪式感地来上一曲 这边对小扎的酷刑 和拿头抓捕和无买家的行动 同时开始 不料中情局顺着买家IP 坠总导的地址全都空无一人 反倒是来营救波罗的人可不少 密密麻麻射来的子弹 将木门打出一片光洞 混战之中 波罗又一次经常脱销 发现被波罗当喉耍的局长 起得狂砸手机 小扎那边被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这是爱马第一次进举离馆看酷刑 那触目惊心的感觉 让他终于理解 为什么老爸不愿意动用酷刑了 事后有了小扎的骨髓 罗米的手术非常顺利 爱马在和大灯交流时得知 波罗给他们的所有买家信息 都是伪造的 波罗假装被中情局抓到 是为了偷走小星河反应队 早在波罗接到丹麦哥的电话时 波罗就心机地在身体里撞了追踪器 这样 他的手下就能始终紧跟波罗的位置 随时发动攻击 爱马这一晚上的行动 都有大灯陪在身边 他很感激大灯的付出 大灯善解人意地说 不过是想帮爱马减轻点负担 这不正是爱马梦寐以求的灵魂伴侣吗 爱马头脑一热 不管不过地拨了上去 谁知恰好被卢克碰见 亲眼看见女儿劈腿 当蝶的心中十分复杂 当卡特看见爱马和大灯 神色尴尬地进到医院时 他的心中隐隐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早在之前 爱马碰碎了他送给卡特的木漆 卡特本想去爱马书的那家店再买一瓶 谁料店家告诉他 这种木漆早就被环保局禁售了 只有中亚地区才买得到 这说明爱马和他说的都是谎言 但爱马死鸭子嘴硬尽却不认 卡特洛姆的察觉到 爱马大概一亲别恋了 卢克心中警铃大作 这小子的第六感怎么这么准 卡特表示 这不明摆着吗 爱马天天找借口躲他 不是出轨还能是啥 卢克作为爱马的亲爹 自然不能出卖女儿 他语言不详地全为卡特 如果你觉得你失去了他 那你就把他赢回来 卡特心里苦 我老婆出轨 我还要当舔狗 双标的卢克面对自己的女儿时 劝他好好休息 狭小的病房里 难得一派父子女将 其乐融融的场面 谁料 一个发给塔利的视频 打破了所有瓶颈 那正是爱马绑架小渣的视频 塔利看到视频后神色一变 他试探地问卢克 从哪凑够了给小渣的钱 卢克含糊其词地回答说 他根本没给钱 而是让小渣改变了想法 卢克的话令塔利细思极恐 他意识到 眼前的父女俩 绝对有什么大事在瞒着他 这天 猜测自己被绿的卡特 心血蓝潮和卢克练拳 卢克无情地嘲讽卡特这小身板 打到了一拳一个 卡特为了爱情无所畏惧 就算被大灯打个落花流水 他也要放手一搏 卢克见证 他犹豫着说出了那个 让卡特绿到发光的秘密 爱马和大灯亲心了 卡特文言瞬间黏得像双打的茄子 这都绿到加拉还打什么打 这时 卢克的大儿子奥斯卡 来向老爹推销自己的条形码应用 卢克满脸嫌弃 他始终觉得 儿子搞这些啥用没有 画面一转 大灯和爱马亲后再见 分外尴尬 爱马率先打破尴尬 他弱弱地让大灯 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大灯举双手赞成 然而下一秒 俩人却亲得热火超天 大灯怒火中烧 他一心想和爱马到宾馆 大战三百回合 但一提到深入沟通 爱马怂了 毕竟他已经订婚 这个时候你才想起来 自己订婚了 开会时 卢克火眼睛睛地 发现了俩人衣衫不整 他暗自压制住心中的不爽 听局长最新的任务安排 48小时后 世界各地有头有脸的人物 将会聚在某庄园豪赌 其中 波罗的德里助手凯恩 也会参与这场赌博 该活动为了防止玩家作弊 会没收所有人的手机 那正好是复制凯恩手机 找到波罗藏室之处的好机会 局长决定 派没公开露过脸的 小黑和蒂娜 加班玩家 执行这次任务 但小黑有些为难 因为他不会打牌 局长表示 这都不是事 你不会玩 组织帮你作弊呀 这时 卢克收到前妻塔利的短信 塔利说 有重要的事要和卢克面谈 卢克一去才发现 是健身馆的竞争对手 给塔利传了爱马和大灯 绑架小渣的视频 卢克不会是撒谎教父 谎话张嘴就来 他说 这都是为了救孙女 只是谈谈 没用暴力 塔利善解人意地 认可了卢克的做法 比起这个 更令他心里打鼓的是 卢克健身馆销售作假 这其中一定有猫腻 卢克想都没想 就将锅推到了小黑身上 小黑一个连牌都不会玩的人 活生生被卢克塑造成了一个 赔得倾家荡产 不得不销售作假的赌徒 塔利文言大为震惊 他既同情小黑 又心疼卢克付出了态度 卢克趁机转移话题 你今天看上我的船 是不是也意味着 看上我的床 风云游存的塔利 露出小女人的娇羞模样 他主动擒上卢克的老脸 卢克终于玩上了 他梦寐以求的老头乐 老房子着火一发不可收 刚刚享受过欢愉的俩人 一连满足 两个加起来一百多岁的人 拉勾勾约定要好好找回恋爱的感觉 而除了拉勾 爱的鼓掌也是不能少的 第二天 局长为小黑和蒂娜 安排了一套高端作弊设备 安装了针孔摄像头的自动洗牌机 连上后端AI系统 只要小黑和蒂娜 戴上特质眼镜 中情局的分析员 就能把人工智能 算出的出牌策略 传到他们的耳朵里 这样即使赌场里有钱输光就下桌的规矩 小黑和蒂娜也有底气 玩到复制完凯恩的手机为止 赌局通常是五人游戏 因此 若小黑和蒂娜加入 就必须让原来的两位玩家退出 中情局挑上了一队 看上去很好欺负的大爷大妈 他们住在顶级安保的堡垒里 堡垒中共有五个来自澳大利亚特种部队的警卫 两个守后门 两个看大门 还有一个在屋里 后门的两个警卫 由胖妞和大灯配合射晕 大门的两个交给卢克夫女 女儿用气球遮挡射人手法 老爸直接把人走晕装车 屋里那个最简单 用电击风铭器电晕就行 就这五个警卫的智商 也好意思说是从特种部队出来的 中情局四人组如入无人知境般 闪现到了大爷大妈面前 他们苦苦哀求卢克不要给他们打阵经济 他们浑身使病 可承受不住这个 卢克夫女想了想 确实没必要做得太过 却不知就是因为他们此时的侧隐之心 害得他们差点小命不保 卢克在巡查房间时看到一只蜥蜴 把兵威动物当宠物样 有钱人就是了不起 更了不起的是 大灯发现房里有个密室 竟然是老适合占地宝 这时 由于爱马和胖妞没看住 大爷大妈跑到了地宝中 大爷一通不分敌我的神操作后 成功把所有人都困在了地宝里 地宝采用真空封闭系统 要是两小时候他们还不出去 那所有人都会缺氧而死 关键时刻 卢克集中生智 也许加快地宝控制系统的运行时间 让他恢复出厂设置 地宝就能自动开门 胖妞信心满满地表示 这业务我熟 但胖妞不知道CPU型号 很容易干烧CPU 这时 卢克猛然想起来 儿子奥斯卡给他的手机 安装了一个条形卡扫描APP 没想到 这个一直被他当成垃圾的应用 竟然派上了大用场 此时 爱马打算利用这宝贵的闲暇时间 听听未婚夫卡特的留言 水凉 卢克使尽浑身力气劝阻爱马 潘尼的爱马偏要听听未婚夫说了啥 他这一听才知道 老爸把他和大灯亲亲的事 告诉了卡特 爱马这一口全地宝都听到了这个隐匿的小秘密 胖妞气得直接给大灯来了一个猴子偷逃 爱马大发雷霆 老爸的嘴仨这么欠 卢克坚持认为卡特有权力知道 胖妞受不了他们吵来吵去 他平等地把爱马 卢克 大灯 臭骂了一顿 但是 胖妞为啥发这么大火 该不会是喜欢爱马吧 爱马受不了老爸的道德谴责 他崩溃的大吼道 亲大灯只是一时激情 那个吻毫无意义 大灯文言直接跳脚 因为那个吻对于他来说意义非凡 还没等他告白完 卢克便表明了态度 我没法接受 自己女儿和一个每天穿着昂贵西装 到处开屏的公孔缺在一起 万万没想到 他这句话精准戳中了大灯的痛处 他反问众人是否知道 他为什么每天把自己打扮得这么浮夸 原来 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大灯 从小到大都穿着旧衣服 他被同学嘲笑 没在外面理过发 没钱看牙医 过得要多惨有多惨 直到他到中情局工作 这才翻身浓卢把歌唱 他却理了发 整了牙 买了贵衣服 有钱就是任性 有钱以后 终于有很多女人愿意和他滚床单 但他从来没对任何人有过感觉 直到遇到爱玛 让他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 超思暮想的感觉 大灯讲完自己的故事 爱玛 卢克都为刚刚的冒昧向大灯道歉 然而下一秒 爱玛又挖苦起老爸 老妈都要跟别人跑了 你还有心情管闲事 一提到这个 卢克可就来了精神 他满面唇风地说起自己和塔利的床上运动 丝毫不避讳 眼前听他满口昏话的人 是他的亲生女儿 爱玛也不客气 他处老爸大后 老妈当初嫁给你是最大的错误 这话深深刺中了卢克的心 通往外界的门开了 但通往父女俩内心的门却重重地关上了 另外一边 小黑和蒂娜装成玩家混入赌场庄园 两名特工的开局手机不错 但谁料目标凯恩根本不按常理出牌 就凭他这个自杀式玩法 用不了几圈就会出局 到时候连他的手机都来不及复制完 没办法 特工们只好临时改变计划 以前作弊是保自己 现在作弊纯是为了保凯恩这位赌神 几轮下来 凯恩赢得笑嘱颜开 连牌友都忍不住怀疑 这货是不是出老千了 突然 中情局的投奥目标波罗 竟然猝不及防地出现了 这可是意外收获 局长立即下达新命令 杀了波罗 蒂娜为了找机会干掉波罗 提议中场休息 她来为大家调酒及检查 然而 她为波罗准备的特调 是用清洁剂的乙二醇 和苦爱酒的艾草 混合成的穿肠毒药 只需三十分钟 喝下这杯酒的人便会死翘翘 恰好复制完凯恩的手机 也还需要三十分钟 他们为了避免引起怀疑 必须在波罗毒发前撤离 还真是极限操作 但计划不如变化快 波罗被一个光头拉进包间单表 冷是一口毒酒都没喝 证明光头是恶联邦特务 她告诉波罗 中情局里面有他们的卧底 他们完全可以帮波罗 查出卢克妇女的真实身份 作为交换条件 波罗的军火只能卖给他们 波罗也不知对卢克妇女 哪来这么大的执念 她一口答应了光头的条件 无外 小黑和蒂娜默契配合 让局里能监视到波罗的一举一动 忽然 玩家售后玩得太激动 碰到了酒杯 酒进到洗牌机内 破坏了作弊系统 而同时一杯酒的售后 不管不顾地 拉起波罗的酒开合 这人要是找死 真是谁也拦不住 没了作弊系统 还要保证凯恩不能在手机复制完毕之前输光 局长赶紧请来心理医生救火 心理医生游然有余地 观测玩家们的心理活动 即使没有AI助力 他也能扭转乾坤 在复制凯恩手机进度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十 谈完生意的波罗 准备带凯恩离开 只差离门一脚 绝对不能这时让他们走 只见小黑一个闪现 在守候袖子中藏了一副牌 蒂娜赶紧打辅助说 守候出老千 独场里最机会出老千 守候当场被拖下去行刑 如此一来 守候既没有在众人面前毒发引起骚动 小黑和蒂娜也成功完成了 复制凯恩手机的任务 除了没能弄死波罗以外 任务算得上是圆满完成 第二天 小黑打算向蒂娜展示真实的自己 他一拉柜门 手腕稀里哗啦的跳出来一大坛 蒂娜非他没有嫌弃小黑是个宅男 反而主动先吻 另外一遍 大爷大妈的蜥蜴被发现在 卢克健身馆的竞争对手运到境外的货物里 这导致健身馆的两个老板 因走私并为野生动物罪名而被起诉 谁让他们到塔利那儿去说三道四 这不就遭到了投号特工卢克的报复 卢克回到家后 持巨资投资儿子的项目 毕竟在这次任务中 他真切体会到了儿子的APP有多实用 当然给钱不是目的 解开父子间的心结 修复父子关系 才是卢克真正的目标 画面一转 胖妞见卢克约爱马看比赛的是要吹 他自告奋勇地去陪卢克看比赛 卢克感慨地来了一句 表示胖妞是自己的女儿 他一定会多陪陪胖妞 胖妞可听不得这矫情的话 直接送了卢克一个猴子偷逃 这日一声声婉转的声音回荡 卢克和塔利在健身器材上 网乎所以地打扑克 畅快又过瘾的运动 令两个上了年纪的人容光焕发 这时塔利的男友唐妞打来电话 塔利有些犯难 毕竟唐妞是个好人 卢克联盟听音笔说着 过几天就带塔利去周游世界 塔利彻底不再犹豫 好人就是用来辜负的 谁让他的心 他的爱 都完完全全属于不靠谱的卢克呢 卢克回到办公室后 一脸复杂地观看波罗儿时的视频 那时的波罗多么可爱 但如今他已经被钟情局下了格杀令 这时 小黑别别妞妞地来找卢克 今天是他和蒂娜的第三次运会 按照江湖规矩 他们该做床上运动了 但小黑这方面经验不足 他希望同事们能给他点建议 这方面大灯经验最为丰富 他滔滔不绝地向小黑讲述运动技巧 惹得卢克满脸嫌弃 卢克认为滚床单的重点不是技术 而是激情 爱和分享 胖牛指出还要配上动丁的琴挂 让女方动心 在大伙七嘴八舌的建议声中 小黑诚惶惶惶地迎来了和蒂娜的第三次约会 比起小黑的紧张 蒂娜反而更放得开 他换上小黑喜欢的超级英雄情绪套装 小黑当即激动地双眼放光 其实根本不需要准备什么 爱好相同的二人情当浓实 自然而然就是最好的气氛烘托剂 爱马这边 大灯鼓起勇气 请爱马也考虑考虑她 她会一直等着爱马的答案 爱马心乱如马 当初她觉得卡特做木马是无用功 和卡特大吵了一架 而事实上 身体恢复的侄女现在很喜欢木马 从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出 爱马很多时候太过自以为是 害得他们的感情变得一团枣 嫂子敏锐地察觉到 爱马可能喜欢上了别人 她想起她当初认识爱马的哥哥时 已经怀孕八个月 原本嫂子不打算再开启新的恋情 但缘分到了 谁也挡不住 像卡特这种无条件爱着爱马 和爱马家人的好男人 嫂子想不通 爱马还有什么好纠结的 爱马觉得嫂子的话十分有道理 但卡特对爱马欺骗自己的事耿耿于怀 即使爱马信誓旦旦地保证 以后和大灯不会再有进展 卡特也没法再信任爱马 她毅然决然地提出分手 就算她再爱也不能容忍欺骗 画面一转 中情局技术部门破解了波罗得力助手的手机 波罗的藏身地点 在一个1989年发生过事故的核反定堆 卢克试图以掌买家为由 留波罗一条小命 但局长显然失去了耐心 波罗必须死 鉴于复杂的外交关系 特工小分队要到波罗的藏身之处 必须躺在棺材里装尸体入境 到时在与那边的探员兰登会面 兰登会派武装部队 送特工小分队进入核反应堆的禁区 可怜的胖妞被她那个变态老爸 害得患有幽逼恐惧症 不可要根本不敢睡棺材 提起爸爸这个话题 艾玛来劲了 要不是老爸多管闲事 卡特才不会和她分手 卢克坚持认为自己的做法没错 你现在对卡特做的事 和我对你妈妈当年做的事 有什么区别 咱父女俩一秋之河 还是别祸害人了 卡特值得更好的人 说起这个 艾玛更加来劲 你明知道自己做的事会伤害老妈 还一次次放老妈的鸽子 卢克文言心中一惊 她当即联系前妻塔利提分手 塔利早就习惯了卢克的出尔反尔 她在独自痛饮三百杯后 脑子一热 给备胎糖尼打了电话 结婚 马上结婚 特工这头 在经过漫长的飞行后 特工小队一个个从棺材里冒了出来 唯独有幽 比恐惧症的胖妞迟迟没出来 原来是她嗑药嗑太多 现在都还不清醒 他们按照计划 去找探员蓝灯会合 不料却遭到了蓝灯的袭击 原来蓝灯已经被波罗收满 大灯爱马帅气出手 以人一胖 后面追击的车 瞬间变成了黑烟滚滚的废铁 几人正商量着新的潜入计划 忽然 没死透的敌人 朝大灯的肩膀来了一枪 再加上脑子迷糊的胖妞 一个误操作 扎了他们的车 他们这回彻底没法 及时送大灯去医院 只能先执行任务了 现在 队伍中有一个不清醒的科药机 一个无法行动的伤员 执行任务的重担 只能落到卢克夫女俩的身上 他们必须速展速决 几人顺着排水系统潜入反应堆 眼见大灯的伤势越来越重 卢克不得不把他留下来 由胖妞照顾 胖妞捡大灯 壮大越来越糟 慌的一批 这时中情局的心理医生 赶紧来控场 看样子 大灯的肺部严重塌陷 胖妞必须手动帮他的肺部充气 否则 大灯将会心脏骤停 充气的装置需要水制造真空 然而 胖妞到处都找不到水 迟到如今 只能委屈胖妞现场排尿 胖妞全身都写满了拒绝 但人命关天 在大灯和心理医生的鼓励下 胖妞只好呼出去 当众上厕所实在是压力太大 胖妞紧张的啥也排不出 心理医生建议胖妞唱歌减压 文言 大灯率先起头 唱起了他们执行任务时 一起唱过的歌 悠扬的旋律抚慰人心 心理医生忍不住与他们一同合唱 在舒缓的歌声里 胖妞逐渐放松 终于排出了现状下 比金子还珍贵的液体 画面一转 刚深入交流过的 小黑和蒂娜甜甜蜜蜜 但蒂娜却告诉了 小黑一个坏消息 这次任务之后 蒂娜就会被调回国安局 小黑文言满脸黑线 老子刚谈的女朋友就想给我调走 小黑立刻去找人力部门走后门 人力部倒是有办法阻止蒂娜调职 但她有个条件 小黑必须帮她把 被网络部霸占的咖啡机要回来 小黑随即陪着笑脸 去找网络部索样咖啡机 但网络部的同事也有个条件 四年前 她请线人吃饭时 会计部说什么都不给她 报销十美元的酒钱 如果小黑能让会计部 报销这笔钱 她就答应还咖啡机 没办法 小黑只好转站会计部 当年小黑在漫展上 指出会计 喊错了超级英雄的名字 现在会计要求她 为当初的冒昧道歉 你们钟情举的人都好幼稚 大丈夫能屈能伸 为了留住自己的女朋友 小黑强忍着不爽 和会计达成协议 另外一边 科学家为了早日回家 加班加点帮波罗造合物 谁料大功告成之时 波罗直接把她送回了上帝老家 卢克妇女这头进入反应堆后 分头行动 卢克一路过关转将 不多时就杀到了敌营内部 见到波罗 卢克仍然无法痛下杀手 在他犹豫的片刻 波罗的手下猛然窜出扑到卢克 波罗趁机溜至大吉 结果 波罗竟好跑到了爱马的领域 俩人潺潺绵绵打坐一团 在最胶着的时刻 卢克那边朝敌人扔了一颗手雷 刹那间爆炸波穿透整座建筑 爱马和波罗被埋在了他县的地下室中 这里还有波罗的核武 一旦核武靠近火源引起爆炸 那么所有人都会玩完 爱马的通讯耳机被炸毁 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就在他努力呼救时 波罗幽灵般地冒了出来 他阴森森地提醒爱马 这里只有你和武 不但被困还与死敌困处一室 火光 废墟 断壁残垣 生困地底的波罗捡起一根棍子 当初爱马潜伏在他身边当卧底 今天正好清理门户 虽然爱马身手敏捷 但在这狭小的空间内 爱马身为女性 天生的力量差异 导致他不敌波罗 爱马只好转移话题提醒波罗 这里即将爆炸 到时候 我们两个都会领和饭 放下争斗 携手合作才是明智的选择 地下室上方有一个通风口 他们需要搭一个脚手架 从通风口中出去 波罗担心一出去就会被逮捕 爱马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 如果能出去 就放波罗一马 下次再战 事到如今 两人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他们纷纷放下武器 刚才还拼那你死我活的两人 现在成了齐心协力逃生的队友 距离废墟爆炸 还剩15分钟 鲁克深知 女儿生还的概率很小 但一来爱马是他的宰 能力异于常人 二来 哪有父亲会放弃女儿的 蒂娜提醒他去找一找通风口 如果爱马还活着 他们一定会从通风口上来 鲁克立即四处寻找通风口 呼唤爱马 终于 在一个通风口处 鲁克和爱马对上了暗号 他们一个从外面发力 一个从里面加油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而上司在此时 还不望向鲁克施压 绝对不能让波罗出来 但鲁克却对波罗说 只要你先把爱马送出来 我们一定救你 天真的波罗选择再相信鲁克一次 然而 特工的嘴里哪有实话 当爱马一上来 鲁克立马变了一封面孔 因为他知道 波罗出来后一定会追杀他们 到时候会威胁到爱马的安全 而使得波罗和成年的波罗形象 重合在一起 折磨着鲁克的心 虽然波罗就像鲁克的儿子一样 但鲁克为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不得不放弃波罗 在爆炸进入倒计时的时刻 鲁克父女无情地丢下波罗 把腿就跑 波罗瑟瑟瑟发抖地 锁在地下室中等死 一生巨像冲破天气 波罗永远地葬身在了废墟之下 目标清除 全员存活 任务圆满完成 经过这一次生死历练 鲁克父女可算能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他们互相为之前的冒陌行为道歉 原家父女终于事急大和解 时间推到爆炸前的几分钟 大灯这边情况越来越糟 心理医生告诉胖妞 必须马上隔开大灯的皮肤插入软管 帮她把肺部的液体排出来 让一个没有任何手术经验的人 来做这种高难度操作 泡妞哪里敢 但她再不切 大灯就真的死翘翘了 泡妞把心一横 干脆死马当活马医 在心理医生对泡妞做了充足的心理建设后 泡妞鼓起勇气 用刀切开了大灯的皮肤 不一会儿 大灯终于垂死病中筋坐起 二人成功在爆炸前逃了出来 波罗事件平息后 卢克向上次提交了女儿的夸夸报告 他认为 海马已经具备独挡一面的能力 以后可以脱离团队单独行动 而卢克也重新提交了退休申请 这次他总算可以过上 平稳安逸的退休生活了 但偏偏这时 他收到了来自前妻塔利的爆炸性通知 几个月后 塔利身穿性感婚纱 今天是他和唐妞的婚礼 塔利一个已经当奶奶的人 身材竟然还这么好 卢克的大儿子奥斯卡的创业项目 获得大丰收 他一跃成为百万富翁 卢克在经过内心的天人交战后 他最终决定在塔利的婚礼前送上祝福 塔利听唐妮的冷笑话时强颜欢笑 但卢克几句话就能把塔利斗得开怀大笑 艾玛把这一切都默默地看在眼里 他情绪激动地告诉老爸 老妈答应和唐妮结婚时 正在气头上 还喝多了 老妈爱的还是你 正好你现在也退休了 你不能就这么放弃 艾玛在教堂里遇到了前男友卡特 卡特和新女友已经分手 他们两人眉目传情 看样子还有戏 卢克这头听爸女儿一息话 他决定再疯狂一回 他在塔利踏进教堂前拦住她 他决定向塔利坦白一切 就算塔利听完真相后 依然选择嫁给唐妮 那他也算不留遗憾 塔利原本下定决心 无论卢克说什么 他都不会回心转意 谁料卢克抛出的真相 简直就是骇人听闻的重磅型炸弹 自从我们在一起 我就一直在钟情去当间谍 每次放你鸽子 实际上是在执行国际任务 消灭罪犯和恐怖分子 守护世界和平 之所以一直保密 是因为想保护家人 卢克掏出他的服役勋章 现在他退休了 一切都结束了 婚礼音乐骤然响起 但卢克的自白 他远远没有结束 他怕塔利不相信自己 连执行任务时的视频 都交给了塔利 虽然我的手上沾满鲜血 但我每天都爱着你 还未等塔利消化完 这恐怖的信息料 突然之间火光炸开 卢克和塔利被冲击波弹飞在地 教堂中的艾玛察觉事态不对 他立即从小提琴河里 逃出了一把枪 砍得卡特目盾口袋 紧接着一群黑衣人破门而入 艾玛和他们 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很快 卢克也赶来加入战局 原本幸福的婚礼 现在只能听到 不绝鱼耳的枪击声 火光四射 混乱一片 激烈的混战过后 卢克和艾玛终于消灭了 所有敌人 掌控全场 但令他们震惊的是 原本应该已经炸死的剥夺 竟然挟持着塔利 缓缓走了出来 原来 爆炸并没有要了他的小命 而是把他活埋了两天 他靠着喝老鼠血 和仇恨 等到了手下的救援 今天 他非杀了卢克和艾玛 这两个骗子不可 他命令卢克和艾玛 两人面对面 一起朝对方的脑袋扣动扳机 相残 这画面太过炸裂 为了救塔利 妇女俩不得不抬起了枪 这时 卢克暗示塔利 使用他刚才送的勋章 塔利立马心灵神会 他抽出勋章刺伤波罗 妇女俩旋即以 掩耳不及迅雷之势 将波罗打成了血红色的筛子 但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总部来电 通知卢克和艾玛的身份 已经暴露 卢克必须带着全家人 一起踏上逃亡之路 从此以后 他们的房子 银行账户以及其他资产 通通无法使用 因为 全世界和卢克妇女有仇的人贩子 毒品贩子 冷血杀人魔 都在追查他们的下落 现如今 根本没有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 塔利听得一愣一愣 他慌张地问卢克该怎么办 卢克现在同样大脑一片空白 好不容易退休成功 却还要亡命天涯 他只觉心中万马奔腾 至此 每句面目全非 第一季的全部故事就结束了 特工妇女相爱相杀的伦理大戏 到这里也戛然而止 纵观七十五岁的施瓦辛格 这部热血迭战大片 经费爆炸的大场面 令人眼花缭乱 中情局特工精巧绝伦的道具 有去冒险的伪装 幽默可爱的后队 从内部视角 展现了一个接地气的间谍机构之常 挑车 爆炸 黑吃黑 局中局 生猛刺激的战斗 拳拳盗肉的对决 大到宏观上的守护世界 小到一个家庭的妇女夫妻关系 每个狂拽酷炫的特工 都有着脆弱的一面 共有进退两难的取舍 每季一个任务 每季一次绝地反击 击飞狗跳的特工一家 会在逃亡之路 遇到哪些危险和趋势 真相大白后 他们一家的关系 又会有怎样的改变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 第二季的到来 好了 今天的结束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 记得订阅剧集地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